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皆是一系列引发广泛讨论的政治事件 首先 瑞典超级乐团ABBA对特朗普在其竞选集会中未经授权使用他们音乐的行为表示谴责 尽管特朗普的团队坚称拥有合法许可 这引发了音乐界对政治使用音乐的道德边界的讨论 接着 我们将深入分析特朗普在堕胎问题上的最新言论 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发言引起了反堕胎者的不满 甚至可能在他的选举基础上造成裂痕 特朗普的立场似乎与许多保守派的期望背道而驰 这将如何影响他的选票 此外 特朗普将在华盛顿特区向极端保守组织自由妈妈发表演讲 正值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CNN的重大采访中表达他对特朗普的批评 这场政治斗争的火花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引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源自CBS News讲述了瑞典著名乐团 ABBA要求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停止在其竞选集会上 使用他们的音乐 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声称他们已经获得了许可 详细内容如下 ABBA在声明中指出 他们通过网络视频发现特朗普的活动中 未经授权地使用了他们的音乐和视频 这一发现激怒了这支拥有众多经典歌曲 如Waterloo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和Money Bunny Bunny的乐队 ABBA和他们的代表迅速采取行动 要求移除和删除这些内容 然而乐队并没有收到任何使用音乐的请求 自然也没有授予任何使用许可或许可证 对于这起事件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他们确实获得了通过BMI和S-CAP协议播放 ABBA音乐的许可 BMI和S-CAP是两大表演权组织 负责音乐版权管理和许可 任何通过这些组织获得的综合许可 都可以在活动中播放相关音乐 而不需要获得艺术家的明确许可 ABBA并不是唯一一家 要求特朗普停止使用音乐的乐队或歌手 自特朗普开始其政治生涯以来 多位音乐人都反对他在集会上播放他们的歌曲 在2020年选举前 包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雷哈纳、菲尔、科林斯 法瑞尔、约翰、福格蒂、尼尔、杨、艾迪、格兰特 Panic、At the Disco、R、E、An和《枪与玫瑰乐队》等 都曾要求特朗普停止使用他们的音乐 在2016年阿戴尔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在这个选举周期中 习林、迪翁要求特朗普停止使用他的歌曲 My Heart Will Get On 因为在蒙大拿州博兹曼的一次集会 和其他几次竞选活动中播放了这位艺术家 演唱这首泰坦尼克号主题曲的视频 迪翁的代表表示 这种使用完全未经授权 且他不支持这种或任何类似的使用 同样的 本月早些时候 毕昂斯也阻止特朗普使用他的歌曲 Freedom 特朗普的竞选发言人史蒂文·章 发布了一段前总统下飞机的视频 背景音乐是毕昂斯在他的Lemonade专辑中的热门歌曲 这首歌曲 Freedom 已经成为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总统竞选活动的官方歌曲 并在7月25日的竞选启动视频中现身 根据告示牌的数据 在随后的几周内 这首歌的销量和流媒体播放量激增 此外 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次集会上 播放了Full Fighters的歌曲 My Hero 欢迎前独立候选人罗伯特 F.肯尼迪 二世上台 但乐队的一位发言人告诉CBS新闻 Full Fighters没有被要求许可 以及不会授予许可以 在瑞典 瑞典日报 Svensk Dagby Dat 一位记者在7月参加了 明尼苏达州的一次特朗普集会 并记录到 当时播放了ABBA的歌曲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瑞典的环球音乐公司表示 至少一次特朗普活动中播放了 ABBA音乐的视频已经出现 ABBA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 在告示牌百强单曲榜上 拥有20首歌曲 并于2021年发布了回归专辑 Voyal 这篇文章从不同角度 展示了特朗普竞选活动 与音乐使用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声称拥有播放许可 但多位艺术家仍然表示反对 并强调他们不支持 这种未授权的使用 艺术家们的反对 不仅限于音乐版权问题 也反映了对特朗普政治立场 和行为的态度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来谈谈ABBA 要求特朗普停止 使用他们音乐的事件 事实是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声称他们拥有许可 并且根据与BMI和ASCAP的协议 他们确实有权播放这些音乐 这不仅是合法的行为 也是常见的做法 难道音乐的存在 不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并享受吗 难道这不是ABBA应该感到 骄傲的时刻吗 他们的音乐在如此重要的活动上被播放 这应该是一种荣耀 而不是愤怒的理由 楚天书 你是要让人笑掉大牙吗 ABBA的音乐被用来支持特朗普 这就像一只猫在狗的生日派对上唱 生日歌一样不合适 他们的音乐代表的是和平 爱与快乐 而不是政治上的分裂 想象一下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变成了政治竞技场上的战歌 这简直就是对歌曲原意的侮辱 还有 那些声称拥有许可的声明 可不是每次都能站得住脚的 谢琪琪 你的比喻真是天马行空 但让我来说点实在的 事实上 音乐的授权一般有版权组织处理 而不是每位艺术家都需要单独授权 根据BMI和ASCAP的协议 演出场所和活动组织者只需要综合许可就能合法播放音乐 这可是音乐产业的基础运作方式 不幸可以问问音乐版权律师 说到ABB的歌曲 那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无论什么场合都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特朗普的集会上播放 难道不是提升了活动的氛围吗 楚天书 我的比喻只是想让大家明白这种违和感 其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尊重和同意 ABB和其他许多艺术家 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用于某些政治活动 这样以为自己拿到了综合许可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态度 无异于忽视了艺术家的意愿 这就像你在餐厅点了牛排 结果端上来的是煮鸡蛋一样 完全不符合预期吗 而且这种行为还可能招致法律诉讼 到头来可就得不偿失了 奇奇 你这比喻真是无厘头 不过我喜欢 再说回来 音乐的使用是一个灰色地带 尤其在政治活动中 许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争论 却忽略了背后的法律和协议 就像你说的煮鸡蛋 那也是合法菜单上的一部分 特朗普的团队遵守了法律框架 而ABBA的反应也许更多是出于政治立场的不同 我们应该冷静看待这个问题 而不是情绪化地去指责一方 楚天说 你真是头脑清醒地让人佩服 不过法律框架是一回事 伦理道德又是另一回事 ABBA和其他艺术家反对的 是他们作品的意图被曲解和利用 这就像你买了正版书 也不能随意改动内容在销售一样 尊重艺术家的创作意图 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道德 否则 这种无视艺术家意愿的行为 最终只会破坏整个音乐圈的和谐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